今天賽有什麼好獎品 等一下我們請鄭成功主播來幫我們講 我要來準備一點 一點要來直播 後面組別的賽事了 離家拉瓜的比賽要來直播了 第一組的賽事要來直播了 還有三點半也要來準備 所以我們請鄭成功 來幫我們這個講一下 鄭成功兄弟 感謝抗和英雄 鄭成功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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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先不要講台語好了 今天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呢這個 這個 這個呢 鄭成功的這個效用非常好 鄭成功效用非常好 還有這個我們的綠眼鏡主播 尿尿的效用非常好 在這個第一局失分之後呢 綠眼鏡主播趕快去尿尿 馬上就守下來 並且 張鈺成 打出了一隻滿罐錢雷打 非常好非常好 然後每一次 只要這個壘上有跑者 鄭成功出來我們就要得分 我這個鄭主播 還有每次對方 瀕臨城下的時候 我出來我們就解決這個危機 今天呢 非常好 尤其是咱們的 咱們的這個打擊跟投手 後面幾個都非常的不錯 後面幾個都非常不錯 打者呢包含了 育成的滿罐炮 結線 從昨天復活之後呢 今天也是很秀 連王波榮的這個狀況都慢慢調回來了 非常非常好 中繼 我們講到中繼今天最棒的 小澤元 也可以爭奪今天MVP 非常棒 小澤元 非常好的投球 那到最後呢 雖然有一點小亂流 不過中華隊還是拿下這場比賽 八九局還是 雖然有十分 但還是拿下這場比賽 但是呢 現在 中華隊有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我們只有修一點點時間 明天呢 明天中午就要對到古巴 再加上陳冠宇以及宋家豪 明天都不能投 明天都不能投 因為他們今天最後壓上來 所以明天都不能投 所以明天的調度 就是要再想一下 怎麼擺這個投手 但是今天沒有贏下來 就直接淘汰了 所以 也沒什麼好說的了 今天一定是要拿下這一場的 那今天非常開心 但是我們今天最重要的還有一件事 中華隊為什麼能避勝 為什麼能避勝 為什麼能避勝 因為今天又沒有放屁眼歌 屁眼歌真的不行 你知道嗎 我們剛才在九局上半之前呢 才在那邊唱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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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要下播了 鄭主播要下播 我們明天會請到另外一位來賓 我們明天會請到另外兩位球評 明天會請到綠眼鏡會搭配另外兩位球評 明天搭配的球評就是 沒有錯 就是我們的 至聖先生 還有我們的古巴教練 沒上 古巴教練沒上 那我們各位底下 幫我按讚訂閱小鈴鐺 留言中華隊加油 或是中華隊晉級 我們今天有在聊 中華隊如果以第一名晉級 將大機率遇到澳洲隊 應該不太會遇到日本 不太會遇到日本 因為日本應該是全勝 然後來講到日本 我們就講到大股強品 大股強品真的是笑笑的 整天都笑笑的 跟我們的育成一樣 我們降為打擊的選手都是笑笑的 好不好 非常厲害 那我們應該會遇到澳洲 遇到澳洲之後呢 後面又會遇到誰就不知道了 但總比打日本 還要有機會 因為如果我們應該是不能分組第二 如果我有講錯的話 再做證我 因為如果我們兩勝兩敗的話 應該不會以分組第二進去 就會被淘汰 所以我們明天也是一定要贏 我們12點的比賽 對古巴一定要贏 一定要贏 那我們今天能用的投手 就是要搶下這一場 那今天呢 這個調度的感覺還不錯 就是投手一有保送 一有保送的狀況出現 就趕快換頭 趕快換頭 雖然今天保送還是有一些多 中華隊這個老毛病保送 但是我覺得 不是了解是 好球帶真的偏小 我們前面就 我們已經播了所有的比賽 A組B組目前 所有的比賽已經播了不知道幾場了 好球帶只要偏低的球 都會是裁判給快球 偏高的 基本上都會給好球 那基本上每一隊的好球帶都差不多 所以也沒有什麼 偏不偏心的問題 那今天比較有一個爭議的play 就是華本磊的時候 那個手 有被稍微干擾到 如果沒有被腳干擾到的話 我們其實那一分可以拿下來 不過不重要 我們還是有拿下這場勝利 那我們明天 對上鼓吧 也請大家 一起來 看我們的直播 一起來 不要再唱屁眼歌 一起來 吼起來 一起來 看看育成能不能再靠一發 台灣之光 二兵已經進化成四關掌了 好不好 已經進化 明天看可不可以當連長 看可不可以當總統 好 啪 各位 按讚起來 底下這個影片留言這個 中華隊晉級 前進東京 邁向 邁阿密 欸 鄭成功要走啦 今天降價結束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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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就這樣 我們這個影片就錄到這邊